在语推人员的教导下 学员附送阿密族语基本绘画 语推人员同时也会教导 主语书写符号跟正确发音 目前东河族语传习教室 共有15位部落族人 跟非原住民族民众参加学习 希望学会族以后 能跟长辈族人自然对话 就是我之后就会 加入阿美族的体系中 所以我想要先提前了解 就是阿美语要怎么 就是想先学习 这样 以来有家父亲人 在这边学的会比较更多 更深入 学得更清楚 以后跟老人应对更了解 原明会107年 实施研助民族语言 推广人员设置补助计划 各乡镇市区公所 依照当地的通行与别数量 来禁用以推人员 希望落实推动 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 锁定的原住民族语言保存 发展 使用 其传习 东哥乡分别成立了族语传习教室 聚会所及学习家庭 来推动族语言保存 定期教学传承 阿美族语言 连世新闻 为了台东东河采访报道